这里介绍给大家的是青海省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东南部的尖闸风光 尖闸县坐落在黄河岸边 总面积1714平方公里 地势西高东低 最低海拔1960米 最高海拔4614米 尖闸县城所在地马克堂镇 坐落在气势雄伟的大山环抱之中 在尖闸县城以西四公里处 有一片俊美的山地景观 它有着丹霞地貌的色彩 亚丹地貌的造型和土林风景的神韵 这里的山巒造型 雄伟壮观 气势磅礴 浮雕般的悬崖峭壁 仿佛金碧辉煌的宫殿一般 耸立在人们的面前 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尖闸 这座既有亚丹地貌特点 拥有土林地貌特征的大山 之所以成为青海省的风景名声 除了它的自然因素之外 还因为在这座大山的崖壁上 有许多古人修身练功的洞穴 古时候 许多虔诚的宗教徒 往往远离喧闹的人群 躲进深山屁也没有人烟的地方 平心静思 观照自身 感悟宇宙的奥秘与本质 体悟人的奥秘与本质 后人将这种修炼称为闭关修炼 山崖上的洞穴和山前的寺院 以其浓重的宗教氛围 装点着大山的庄严肃穆与神秘 似乎印证着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 那句名言 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项景深hone 沙發 海滩 海滩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